大家好,现在是早上的10点过,10点过10多分,还不到11点,可以起床了 所以车里面,我跟你说,真正的非常暖和,每天晚上就是一样,光帮着睡着,穿内衣,温度非常高,而且柴暖不能够一直开 昨天晚上我也是把柴暖关了个几个小时的,今天早上应该是五六点钟打开的 昨天什么时间断关都我不知道 今天是第几天了,第五天了,在车里面 不知道什么原因,我这次过来的话,比上一次过来四星期要长一点 因为这段时间的话,一直就是头很疼,还有就是这个腰一直没好,腰一直有点痠痛 好吧,啥也不说了,起来吧,睡觉反正是要好得多 在高原上的话,我觉得的话,我们也不适合于在高原上常灾了 太重太累的火,我还真干不了了 不了,起床 啊,太阳刚刚出山 这柴暖温度还是可以的,我调的最低档位 来,看到没有 调的实度肯定是不行的,它只能自己上去了 功率1.4千瓦,调的最低,这柴暖真的好用,说句实话 我待会看一下用了多少油哈,烧了多少油 那今天把这个皮卡搞了,皮卡昨天材料到了 剩下的车就是这个皮卡,还有一个稳定车的水管发过来了 起烫,吃点早饭 早上起来,我这个车子噪音非常大,打到火 然后,首先事情就是上厕所 我们这里上厕所是要开车去的哈 我带大家去看看,厕所有多远 要是晚上半夜三更上厕所的话,那太难修了,冷的很 它也是一个汗车 这里有个三分站,然后车手在里面 不想走路,走路太冷了 这轮胎的旁边就是厕所 先就把车热一下吧,反正这个车没怎么开 每天都在用电 听着声音我就知道,我的电瓶缺电了 好,车子停在这里,上厕所去 然后,两个火,这一辆车 车停在外面 这就是一个汗车 上这种汗车,不要玩手机哈 玩手机掉下去了,你是捡不起来的 三米多深,好了 远处有雪山掉,非常冷,早上,零下十几度 刚刚吃个早饭,开始工作 这就是前那天那个皮卡车 它的拐被断了,然后吓子被断了 现在材料发过来,开始装 装完老家水人来接车 好,就这样吧 不用了,不用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